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派很惊奇,我是大宇 11月23号,傅昌郭台铭在台北军乐饭店 主持了一场意在撮合蓝白的协商会 出席的除了郭台铭,还有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国民党去的比较多,除了参选人侯友宜 还有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以及国民党籍的前总统马英九 本来外界以为这场会议是可能撮合蓝白合作的最后一次机会 结果却不了了之,准确说是不欢而散 现场最翻车的一幕,其实是侯友宜公开念出了柯文哲一大早发给他的简讯 揭开了郭台铭可能准备要退选的底牌,令现场听众都很尴尬 郭台铭也很可能是全人不觉柯文哲在给侯友宜的简讯中有这样说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侯友宜当时念出简讯的一幕 我在同面一次,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选 所以给他面子也是好的 但是太多人在看,所以要秘密见面也困难 所以干脆公开见面,不要私下谈 柯文哲发信息的主要意思是说 这次会面其实是郭台铭立足的 然而立足的主要理由并不是其他 而是郭台铭要一个退选的理由,退选的面子 大家知道前两天大陆大动作调查郭台铭旗下企业富士康 结果只轻罚了2万块人民币,比北京一家小小的包子铺 因为卖豆腐脑而被当局指责超出经营范围 而罚款2万2千元还要少 其实当时这个大陆的动作很多人就看清楚了 这就是郭台铭可能在某些方面要做出妥协 包括可能不再参选台湾的总统 因为北京不想让他选,去分割其他北京可能支持的候选者的选票 而在22号的这场原本郭台铭意在撮合蓝白的会面上 居然自己被拿出来晾晒,他一定很意外 其实在念简讯之前,郭台铭讲话还很拽的 先说是本来邀请的是侯友宜一个人 结果你马英九还有朱立伦都来了 还暗示他们是不速之客,搞得气氛已经是有点冰冷 后来还抛问题给朱立伦,要质问他 结果侯友宜直接拿起话筒想打原场 结果被郭台铭立刻打断,一定要朱立伦回答,气场很强势 国民党这边一定是不高兴的 然后侯友宜念出简讯的那一刻 估计刚刚还很高调的郭台铭 应该是很想找个地方钻走 那柯文哲当然也很尴尬 因为简讯是他发的,所以他也有做回应 我要跟侯市长讲 虽然我是同意的 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 通常这个是名嘴跟侧义在做的事,不是总统要做的事 再来 这个不能这样说,我是经过你的同意才练 我同意,没有错 对,你也可以不同意 我同意 你也可以不同意 你不要打断我的话 就这样啊,柯、郭、侯三个人最终都没有很高兴 本来是撮合,却变成了互呛 最后呢,国民党三个人率先离场 那郭台铭之前短暂离场 回来之后,跟柯文哲简短向现场记者交代了一点 也离开了会场 到底是什么结果,给所有人都喷了一头的雾水 但从现场紧张的气氛和双方互不相让的对呛来看 所谓蓝白河几乎就是凉了 眼看11月24号台湾中选会的总统候选人登记时间就要到了 这次会面呢,几乎就是各方最后一次机会 却闹成这个局面 所以截至我们发稿的最新消息是 柯文哲不等了 24号中午11点会带着自己的副手 直奔中选会登记参选 届时呢会公布副手人选 现在外界呢也在猜 柯文哲的副手到底是谁 甚至有人说会不会是郭台铭 我想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这个结果就已经有了 另外呢,国民党的参选人侯友宜 也计划在24号中午11点45前往中选会登记 其实只要是柯文哲真正的单独登记参选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沸沸扬扬已久的蓝白河正式破局 实际上侯友宜和柯文哲各自参选 面对民进党的强劲对手都难有胜算 本来本月15号啊 两边签署了合作协议 达成了所谓的六点共识 但是到了10月18号 双方按协议啊 进行民调审核的时候 却出现分歧 因为民调统计学上的技术性误差 不能就侯科配 也就是侯友宜当正 科当妇 还是科侯配 也就是科当正 侯当妇达成一致 导致协议没能继续进行 因此参与了11月23号 这最后一场撮合 但还是翻车 说到底呢 其实还是政治立场的差异 导致所谓蓝白河的破裂 因为柯文哲无论如何 他的底色还是偏绿 他曾说自己是墨绿 只不过他选择单独建党 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 白色成了他的路线象征 而国民党这边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始终放不下大党的架子 被一些评论认为是 总想让柯文哲当副手 虽然喊着下架民进党的口号 但是这个架子就是放不下 柯文哲那边的幕僚呢 也很强硬 不愿去居人下 那这种僵局呢 自然也就成了实现目标的障碍 当然了 表面原因都在谈民调 实际上 选民们有更本质的这些看法 经过这么一闹 就怕柯文哲和侯友宜呢 各自的去选 有一些选票会失望跑掉 从而让表现一直很稳定的 赖清德出现当选 当然这只是一种预期 再加来一个多月 直到选举正式投票 没有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而在23号 郭台铭召集的 蓝白河协商会议 尴尬中场的同时 赖清德的副手 萧美琴 则是召开了国际记者会 回答了很多有关台湾大局的议题 其中包括 习近平提到的 所谓没有计划要在2027或2035年 攻台的说法 那当然我们也期待 也希望习近平主席 所谓没有攻台时间表的这个论述 是真心诚意的 当然我们也真心诚意的 希望能够寻求跟对岸的最大公约数 也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关于中共习近平当局 严民进党必称台独 并说赖清德和萧美琴是毒上家毒 萧美琴也做出了回应 那这数十年来 共产党都有个习惯 就是把人分类 然后贴标签 然后斗争 但是我们这几十年来也看到 这样子的贴标签是 不太具有建设性的 无论是台湾在地的政治经验 还是长期跟美国华府打交道的扎实基础 萧美琴的加盟 让赖清德是如虎添翼 面对这样的强劲对手 台湾目前的在野党 各个参与人的互呛消耗 将更难达到理想效果 当然了 造成台湾当前很多争议的乱源 其实还是在对岸 中共习近平当局 隔岸煽火 唯恐台湾不乱 接下去就怕中共再玩什么花样 干扰台湾大选在正轨上正常运行 其实呢 我对任何通过公平正规的程序 公正选上的台湾总统 我都会觉得很好 因为我相信台湾人民 相信台湾的民主制度 现在就是希望 台湾人民能够及时的辨认 任何对岸渗透到台湾 打出的信息战 认知战 舆论战 分化战 2020年大选 蔡英文能够成功 其实呢 有香港反送中的一定程度的助力 那么今年呢 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类似的事件 台湾人民呢 真的要靠自己的火眼金睛 那节目到这里呢 我们快速分享另外两则 硬井的消息 黑色星期五到了 这是全年能拿到最好优惠的时机 日本知名的返线网 Rakuten提供很多知名商场的优惠折扣 特别是黑五期间 包括沃尔玛 梅西百货 还有各种各样的名牌 大家可以点击我在节目下方 置顶留言中的 Rakuten专属链接 通过链接进入Rakuten网站之后 先注册 然后通过他们的网站 进入任何在Rakuten上面 列出的商家网址去购物 第一笔购物至少40美元 您就会得到Rakuten给您的40美元返线 不过活动只限于美国和加拿大地区 那么另一则有关黑五的活动信息 就不限国家了 就是我精神跟大家推荐的 蓝门优品网站 黑五期间全网五折起 面试点击我在节目下方 置顶留言中的相应专属链接 点击进入网站之后 在黑五专区中的所有商品 已经自带折扣 您不必输入优惠码 DAYU就是大宇 但黑五专区之外的产品 还需要输入大宇 才有优惠 现在是蓝门优品网 全年最低价的时候 您给自己买 或给亲朋好友买 都很划算 而且满70美元 美国境内包邮 今天您就去购买吧 好 接着说今天的新闻 刚才谈到 中共对台湾选举的干扰 实际上 中共那边政权维持的也很艰难 现在败向太多 去年10月24号 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 引爆了大陆200多座城市的年轻人 走上街头抗争 甚至有的喊出 打倒共产党 习近平下台等口号 被称为白纸运动 现在已经快一周年了 海外人权观察 10月19号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中共的严厉管控 并未能阻止中国人促进正义 追寻普世价值 白纸运动虽然已经过去 但是中国很多年轻人 特别是沿海地区的 也都在批评中共 批评习近平 就比如之前不久 上海万圣节 那些乔装打扮成各种面貌 去嘲讽当局的年轻人 在李克强死后 也有不少大陆人 直接在大陆的网站上留言 甚至贴出李克强生前名言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来嘲讽当局 而在刚刚结束的 巨金山APEC峰会上 还有来自中国不同 受迫害群体 不同地区受压迫族裔的人群 包括法轮功信仰群体 香港 新疆 西藏的抗议者 不约而同聚在旧金山 抗议中共党魁 很多人打出共产党下台的标语 要结束中共暴政 资深评论员王友群 对大纪元说 海内外很多中国人 都在为中共垮台做准备 中国的巨变 现在是天时地利 人和兼备 任何一场突发事件 都可能成为 压倒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共产党当局 才这么紧张的维稳 言外之意 就是中国随时可能变天 与此同时 在中国大陆就没断过的疫情 再次趋于强劲 一家监测全球疾病爆发的机构 新发疾病监测计划 本周21号和22号 连续两天发布警告 中国儿童中广泛爆发一种不明肺炎 而在中国儿童中爆发的不明肺炎 跟中共当局有意在舆论中发酵的 所谓支援体肺炎 却是完全不同的 这家机构曾是最早发现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还有COVID-19等疫情的国际组织之一 相当权威 如今再次对中国儿童群体中的不明肺炎发出警告 让人们对这场健康危机的关注等级 一下子就提升了数倍 而且新发疾病监测计划机构还提到 目前还不清楚 这次疫情何时开始 因为这么多儿童如此快速的受到影响 这是不寻常的 他们并由此引述一位流感病毒学家的话说 大流行的时钟在滴答作响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换句话说 另一场大流行可能迟早要来 而最近又在中国爆发的大流行 外界之所以还不能判断 这是否就是等待中的另一场疫情爆发 是因为中共不能配合提供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在周三要求北京提供有关该疾病的更多的数据 而目前在中国流传的病毒说法很多 包括什么新冠 流感 支援体 呼吸道腺病毒 呼吸道荷包病毒 以及以上任何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感染 其中支援体感染成了当下中共当局比较高频提到的疾病 而中共官方报道说 这是COVID-19之后的第一波肺炎支援体感染浪潮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发疾病监测计划的专家则反驳 总体而言 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 支援体肺炎的一个突出症状往往是咳嗽 但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可能不会咳嗽 但未出现更多的上呼吸道症状还有恶心等 呕吐现象也更为突出 不过目前很多患者与这些症状并不符 而且目前这波患者存在的放射学异常属于肺部节节 也不是支援体肺炎中最常见的斑片状浸润 换句话说 中共又在说谎预盖迷章 起码针对目前中国低龄儿童的患病状况没有吐露实情 一概以所谓支援体肺炎搪塞 在违背医学常识又疫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 国际机构只好以不明肺炎来描述当前在中国正在爆发的传染病 而这种不明肺炎的叫法更为恐怖 因为无论SARS还是COVID的疫情之初 人们都听过所谓不明肺炎的报告 如今这一叫法重出江湖令人不寒而栗 而且这种所谓的不明肺炎的蔓延速度之快超出想象 中国的北京 天津 辽宁 上海 现在还有吉林 深圳等省市都出现了儿童医院人满为患的局面 很多地区儿科门诊爆满 急诊要排到24小时以后 儿科医生累到崩溃 有医生说打针根本打不完 打到生无可恋 天津北陈地医院的工作人员说 现在孩子生病特别多 都是提前好几天开始抢号 还有北京卫星家长透露 现在请假的孩子很多 学校每个班都不少 加上老师都是 所以有的班级甚至全请假了 辽宁本系的一位成姓家长也说 现在听说各地都挺严重 他自己的孩子说他们班上的四五十个的学生 就十多个学生在上课 也是很紧张 一位上海市民还透露 亲朋好友的孩子基本都感染了一轮 严重的出现白肺 而支援体肺炎或甲瘤 都不太容易引发所谓白肺的现象 而这位上海市民还说 那些孩子去看病 只要五分钟 但排队要七八个小时甚至更多 在上海新华医院 有些患者上午九点去 只能拿晚上的号的 一天排队的超过三千多号 而且还不只是小孩 大一点的一样中招 有的是反复感染 也有的中国网友说 自己知道的一个同事儿子上高三了 最近感染之后一查也出现了白肺 天津市民佟先生说 我们熬了一星期 老婆妹妹都病了 去医院 医院没有床位 看不了病 现在就门诊打掉针 一打就一天 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 同时各地也不断有消息说 有很多第一线的医护也感染了 所以很多人都在怀疑 这是中共病毒疫情再次转强 席卷各地 令很多人再次想起去年底 今年初中国疫情浪潮的惨况 网上甚至有爆料说 上海中山医院急诊科 100位医护人员全部中招 他们的各自家庭成员也全军覆没 当地家干部病房 医生 护士 护工 包括病人也全中招 昨天还说上海市的卫健委会议研判 预计最近会有峰值到来 每天阳性人数将达到100万 并且持续一周 现在不知道这会引起多大的死亡率 形势很紧张 其实我在节目中早就跟大家分享过 包括疫情爆发早期的节目 就是普遍流行的这种瘟疫性质的传染病 绝不会是随便出现的 古代中国人的观念 都知道瘟疫是针对某一类不好的人 或者是带有不好思想的人来的 我这人是相信神的 所以非常认同这些 新冠病毒爆发以来 凡是亲共的都严重 反共的国家都没有受到较严重的影响 比如台湾 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认同共产党好的就是共产党一路的 疫情就是针对共产党的 有人就是不相信 疫情没有一下子针对所有年龄段的人群 其实也可能是给人们机会反思 这有点让我想到了出埃及记的故事 上天降下十灾警告 一个接一个 其中还有一灾就是针对小孩 其实在中国大陆 有很多孩子也被中共毒害很深 就像本次疫情 以前很多是年纪大的中招 最新爆发的这一轮 儿童感染就变得特别突出 其实很多时候 在灾难面前 我们都在寻找避疫良方 我反复跟大家讲 疫情就是针对中共而来的 心里不认同中共的 或者念头转变的 不再认同中共的就有机会 其实历史上的黑死病啊 西班牙流感啊 没像现在这场疫情 延荡这么久 从来没有 疫情是突然来 一下子死掉好多人之后呢 又突然走掉 科学抓不住 也不知道他怎么来 现在呢 这是延荡很久了 其实呢 我想可能就是上天啊 对我们的一种 不断给时间反思的一个机会 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比较亲共的 没来看节目的 请您帮我转告 或者此刻有看节目的小粉红 您听到我今天讲的 那就请您认真的思考一下我的话 在内心拒绝共产党 不认同共产党 从而远离瘟疫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派经期 更多节目信息 您可以查看我们的置顶留言 那么下期节目再见